防疫警戒降至二级,放宽了许多场所以及活动的限制 花莲施工所原本预计在六月份就要举办的 骑来玩一下自行车轻旅行的活动 也在7月31号登场 市长魏佳贤和参与活动的大小朋友是戴着口罩 骑上了田马,以最舒适的步调漫游花莲 体验一趟丰富的人文之旅 花莲施工所原定在六月份就要举办的 骑来玩一下自行车轻旅行活动 延后了将近快两个月,终于在31号登场 虽然目前的防疫警戒已经降至二级 放宽了许多场所及活动限制 但施工所在防疫部分却一点都不敢马虎 那我们这次骑来玩一下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变得很多场势 无法来顺利举行 那我们也真的非常感动 在今天可以来举办第一场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骑来玩一下 在今年也是配合我们政府的自行车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过程里面 自行车年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带起自行车的一个风潮 那今天也是很多人在看我们怎么样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把所有相关防疫规划 防疫的一个规定都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指引 那我们原本在户外可以100人 但是我们把它缩减到36个人 那把所有相关的人数缩到最精简 但是我们一样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活动 今年起来玩一下系列活动 手提登场的是绿色奇迹路线 全程大约有18公里 一行人从花莲火车站出发 到太平洋公园后 就一路骑行自行车步道往南 途中除了停靠热门打卡景点 也安排在地祥岛进行人文解说 更让骑士们动手体验阿美族传统的岛马属DIY活动 因为在去年是第一届举办 所以带领了市民就是先体验花莲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文化 所以在今年我们特别规划了 比较深度的一些部落旅游 像是不拉旦或者是往南的一些开心农场 这些新的一些景点 那体验也体验到回游坝食欲坝等等的一些DIY 比较深层的一些食欲的一些体验 所以在今年的活动当中 设计了很多很多花莲在地 不同的一些原住民 那还有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体验的元素 今年活动总共推出三条路线 范围涵盖花莲市吉安乡 新城乡秀林乡等市乡镇 链结文化、生态、食育教育等体验 从7月31号开始一直到9月4号 总共举办8场活动 以多元主题响应各族群的爱好及需求 如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花莲市公所网站查询 记者许丽琴花莲市报导